荷花糖里藏着致富果 致水还挺多的啊 特别清甜 铁丝网上吊起网红瓜 好好 这个饼汁很好啊 养殖糖中走出生财路 还真有一个 拽不住 发酵房里酝酿大产业 倒是真够辣的 一个辣 还鲜 因地之仪 好生财 本期生财有道 带您走进湖南岳阳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财有道 我是史涵 这里是湖南省岳阳市 君山区许氏镇的金盆村 现在荷花都已经静香开放了 那么这么漂亮的荷糖 不仅仅是当地的一个 乡村旅游的场所 也是这个地方乡村振兴的舞台 在金盆村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荷糖 共计三千多亩 种植的大多是湖南本地的香莲品种 时至盛夏 荷糖不只可以供游客游玩拍照 还有一些趣味十足的活动 这个荷糖里有鸡肉 我们都来摸 这里边有鸡鱼是吗 有鸡肉 对 水也不深很 怎么个摸法您教教我 来 手摸 感觉到鸡肉 慢慢感觉 对 这里有鱼 这有吗 你说这块有是吗 对 我试试 有什么 不是这 有什么 感觉到鸡肉的以后 感觉到鸡肉 我觉得这块有一个 对 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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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也有鸡肉 这有啊 对 这还行 这鸡鱼还挺肥 你看这鸡鱼 对 这咱们这边的 相当于荷糖鸡鱼 荷糖鸡肉 是吧 来 大哥 我把这装进这里边 好 在荷糖里养鱼 既增加了物产 也给水土增加了养分 保证相连 茁壮成长 这个藕尖 藕尖是可以吃的是吧 对 非常美味 十几块钱一斤呢 十几块钱一斤呢 哦 那这还是一个 应记的一个高品质食材 对 对 藕尖 这个呢 这个是吗 我们找一下 这个 哦 在下面 对 从上面是看不见的 对 对 就是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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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藕尖是水的 有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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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真心心的藕尖啊 这个好漂亮啊 非常美味啊 对 这么长完了以后摸起来还是挺弹软的啊 这个质感 对对对对对 这就可以炒菜吃了 炒菜吃 那这下边有没有啊 有啊 就我试试啊 好 藕尖在这边方向 哦 顺着它这个叶子这边的方向 这边 怎么摸呀 那是 是啊 你看 分不清楚哪个手 我觉得哪个手 你下来了 你应该的我的手 知道了 这个就是藕尖 哦 这就是 对 听到我说拔是吧 轻轻地拔 不用力 哦 得顺着它这个翻个话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 还有慢点 还有慢点 哎 你看 吃水了 哦 你看 又来一根 这笔子也不错 黄书记告诉记者 金盆村的每亩和糖 每年都能出产 三百多斤的藕尖 作为特色蔬菜 销往本地 这里几个联盆 哦 这俩长一块了 对 对 对 哦 这联盆还挺大的啊 这个 对 哦 这个就现在就已经成熟了 对 那这可以摘吗 可以 可以 就给它掰下来就行了 对 掰下来可以了 哦 这上面还有一些小刺啊 好 好 哎呀 挺饱满 对对对 好饱满的 是吧 这现在就可以吃了什么 可以吃 你尝一下 新鲜的莲子啊 莲子是不是也是咱们这边相连特别重要的一个 对 一个这个产品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最好的一个产业 啊 一个产业 嗯 哇 好大呀 对 掰开看到这个莲子还挺大的 直接掰开就可以吃了 掰开就可以吃了 这和那干的莲子肯定是味道不一样的 对对对 清甜的 清甜 嗯 还可以吧 哇 好好吃啊 是啊 嗯 清甜的 而且感觉还 就是汁水还挺多的啊 是是是 嗯 特别清甜 对 以某点产品新鲜莲 哦 七千块以上 七千块以上 黄书记算了一笔账 每亩核糖 每年能出产四百斤甘莲子 给农户带来五千元的增收 因此香莲子也被当地人称为致富国 它不仅是优质的农产品 也是一样备受青睐的印记食材 卢师傅 是吧 我听说您这儿做这个荷叶荷花莲子这个菜挺出名啊 平常客人挺多 这个 这个 咱们现在是要 是要把这做成菜是吗 是 但这是不是得先把皮给它剥的 它不要剥 哦 现在 现在就 这个菜叫开口笑 哦 开口笑 就是相当 因为有一炒 它就慢慢地炸开了 哦 它自己这皮都开了 哦 感觉跟开心果 它又香 它也有脆 哦 就本地这是一个特别的吃 它有一个特别的食材 我还真没见过啊 这不包这个莲子的皮直接炒的 不要热 直接可以炒了 哦 哦 哦 这么多一块 可以 这一份不小啊 这一份光莲子就得有个两点斤多 慢慢地炒 翻是吧 啊 不翻对吧 它就 下面就服了 像花生米一样 哦 那炒花生米一样 啊 这里炒多长时间啊 大概五分钟左右吧 炒完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颜色 还是颜色吗 它变老一点 那个颜色 深一点 深一点 哦 咱们看看啊 什么时候会开口 几分钟后 莲子皮裂开 开口笑 也就做好了 卢师傅告诉记者 这样做 可以保留莲子清爽的口感 此时 刚刚采收的藕尖 也下锅了 这个一般给炒多长时间啊 炒一分多钟两分钟 这得保重它 保重它这个鲜脆 它就放一点 我们弄成的剁辣椒 剁椒 对 湖南这边吧 剁椒吃的比较多 哦 这一点的够了啊 哦 哇 好香啊 它已经有点清脆的 清香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啊 这个很好吃的 是 然后可以去过了 这就行了 哦 来来来来来 这就可以了 这个味道已经很香 我觉得闻得有点像藕的那个味道 你尝尝 我尝一下啊 哇 这边的这个藕尖好好吃啊 很爽口 是不 特别爽口 特别脆 是 而且一咬还有好多的汁水啊 是 很嫩的 是 它是干干从田里扣上来的 对 而且它就确实它那个香味 比一般的地方 比如说餐厂里买的这个藕尖 要更容易 要比它好一点 是 就是这季节就是来吃这个东西的 是 主要是这个藕啊 香脸这一类的 咱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客人来啊 有个十几桌吧 十几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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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桌大概能消费多少钱啊 有多有啥 有的三百多 有的六七百都有 是吧 这可吃东西还是挺多的啊 是 除了莲子和藕尖 在当地人的餐桌上 荷叶 荷叶 荷花都是不可多得的好食材 荷叶炒蛋 炸荷花瓣 荷叶烧鸡等美食 给这家农家乐带来超过三千元的日营业额 而在一家专门从事莲子初加工的工厂里 更能看到相连产业的价值 我看怎么从那边的生产线过来之后 到了这一步就变成人工来操作了是吗 是的 像我们这个莲子它就可以售卖了 那现在大家还要做什么呀 然后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 把类似于这样子的坏莲子 坏的 挑选出来 就找长得不太正常的 就是没变了的 坏掉了的 这几个都不太正常的 对 然后就把它用人工的方法把它挑选出来 这个也有点眼力 这不知道的 还真是挑选出来 对 这需要一点眼力 没变的 不太正常的 对 不太正常的 这个是不是 好 我给你提示一下 这个也是的 是的 是的 这是不正常的 对 你看我们的肉色正常的是这个也是对不对 这个是黄色的 对对对 那就是相当于咱们到这一步的话 实际上这个初加工已经完成了 对 沈荣告诉记者 这家工厂采用公司加农户的方式 挖掘农业资源 带动农民共同致富 截止到2020年底 以帮助400多人脱贫 年销售额超过1200万元 今年工厂还在网络平台上 推广联子产品 进一步增加销路 相连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而在许氏镇的一个果蔬基地里 一种应季水果也即将上市 这形式我可真是第一次讲啊 动西瓜 这西瓜怎么都挂的 这不是树啊 是人为给它挂起来的 对对对 我们给它织了个铁丝网 铁丝网 增加密度 这个厂量要比我们福东厂量要翻一倍 就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种植密度 对对增加厂量嘛 朱九龄告诉记者 这个大棚里种植的西瓜品种叫绿虎 是亚洲甜度最高的西瓜 到底有多甜还得尝尝才知道 我摆这个 好好 这个品质很好啊 哎呀 尝一下 这个颜色好漂亮 它还不是那种完全红杂的 对对了 这个瓜只有七成了 七成 这还只有七成 一般那个发卖的它就要这种瓜 哦 对这个还能再放一段时间 放一段时间 越放越甜 对对对对 我这勺都准备好了 尝尝哈 小时候吃瓜就是这么吃的 嗯 正在这瓜棚里边现吃 很甜很脆 哇 它这个甜度真不低啊 不低 特别清爽啊 感觉入口即化似的 对对对 口感很好 一抿就咽下去了 用专业仪器 对西瓜的糖度进行测试 读数显示 14.4 而其他品种的西瓜糖度 平均在10到11之间 市场的认可 加上现代化种植 让绿虎西瓜的平均母产超过1万斤 许市镇四季都有水果 西瓜 猕猴桃 齐成 都给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这是我们远近的尼尔河齐成 齐成 齐成 现在还比较小啊 现在果实正是进入彭大棋 正是进入彭大棋 正是进入彭大棋 从现在开始它就慢慢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了 就是我们这个很高的地方 高一点的土地 不是这么适合种水稻的 就我们就把它翻坑开放出来了 就相当于这片中国园 是一个坡 一个坡 一个坡 我们就在一块平了 平了就种水稻 但是我们在还有低洼的地方 低洼 就开发出来搞特种养殖 本身我们这里边就是以打造 旅游 微微足的产业 一山产业融合发展 以前这个地方啊 就像那对面山一样的 全部是杂树杂草 放在这里 我们这里面推动的就是 利用这些荒山荒地 把它开发出来 继续化了这些荒地 是吧 同时又能够带动农民之户 离开许氏镇这片希望的田野 记者又来到了广兴州镇的宝庆村 在这里有人把特色养殖搞出了名堂 我听说您这儿是养的是甲鱼 是的 是养的甲鱼 这边叫水鱼 对 也叫唐鱼 这里边还有这一片草啊 这是我们特意从外面挑的这种 这叫野椒白 野椒白 对 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是的 给这个甲鱼设计的 对 那这个是干嘛使的呀 这就是投石用的 哦这是投石用的 对对 定点投石 哦那就是把石放到上面 让甲鱼自己爬上去吃 对是的 李治国养殖甲鱼 从来不畏成品饲料 基地里也养殖小龙虾 卖不出去的小虾 是甲鱼爱吃的食物 而在堂里自然生长的福寿螺 如果不做处理 会破坏自然生态 它们恰好也是甲鱼喜欢的食物 现在就是咱要钓这个甲鱼的工具 准备好了 对对对 咱们用什么耳去钓它呀 我们现在我们就地取材 我们那边有虾嘛 哦这个啊 对对直接用这个虾来钓就可以了 直接拿这个小龙虾来当耳 钓这个甲鱼 是吧 是的是的 好 然后咱们就给它挂的什么 一般来说好钓不好钓啊 这个东西 也好钓 它比较兴猛 然后也比较爱吃这种肉食 哦今天能不能吃甲鱼就看您了啊 好的好的 咱看看今天运气怎么样 是不是有有的时候一些客人过来 他也会体验一下这个 对是 叫甲鱼这个活动 对挺好玩的一个事啊 它拉上来之后 关键你也不敢碰它 这东西很厉害 对对 不能急 不能着急 你只要看到它的岸边的话 你人一走过去 你还没发现它 它就已经下车了 爬得也快 还真有一个 哎呀 这还行啊 可以 我帮你拉这个 好 这个比较小 这小一点 对 这有个一斤多是吧 还挺能咬钩的 这就上来了 釣上来的甲鱼不足一斤半 只能放回糖里 而准备销瘦的甲鱼 都是体重超过三斤的大家伙 要用力把它掐紧 对 用力把它掐紧 用力把它掐紧 它还咬到旁边那个了 好想拿不动啊 这俩加一块更沉了 还是您来吧 我这个拿不动 太重了啊 这个甲鱼 这只是不是品相就是比较好的 对 这个品相比较好的 这个底板呢 带这种雪丝 这个裙边也是带雪丝的 就是带雪丝说明它长得比较健康 对 是的 它这个咬合力很厉害的 你看 哎呀 使劲拽 俩人都拽不动 树枝断了啊 挺厉害 越健康 就是越活越 是吧 越兴奋 那像这么大的 一般咱们这边一斤卖多少钱啊 这个得120 120一斤 就出货价就一斤120 对 李治国年轻时当过兵 退伍后还在广州打过攻 2017年返乡创业 流转170亩土地 进行特种养殖 仅甲鱼养殖这一项 每年就能带来超过200万元的营业额 甲鱼卖的好 不止因为养殖技术过硬 也在于本地食客 对这种食材的认可 中华边有一个有特点 它就是它这个表皮很光滑 然后它的唇边很厚 是啊 这块真有厚的 然后它这个黄色的部分 是什么要看 黄色的是油 这是油 油脂 是吧 饲料养殖的它的油脂 它是白色的 它也有油脂 但是它是颜色白色 这是一个区别 咱们这边岳阳人这边食客 是不是一吃就能吃出来 是不是生态养殖的 大部分能够吃出来 大部分都能吃出来 因为仅靠洞庭湖 所以岳阳食客 对各类特色水产情有独钟 曾师傅料理甲鱼 采用岳阳本地常见的黄焖方式 既然是湖难做法 重口味的辣椒自然必不可少 经过半个小时的慢炖 甲鱼骨酥肉烂 焦质慢慢融入汤汁里 好香啊 然后我听说咱们这儿有一种吃法 这个肉一会再说 但是这个汁特别好是吧 是啊 这个里面胶原蛋白很多的 那可以捞饭 就是甲鱼汁捞饭 我就试试这吃法 我这米饭我都已经自己准备好了 刚才在旁边盛一碗饭 我试试啊 旁边弄一点汁 这个弄这个汁的时候 我的口水就已经 特别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太香了 我尝尝啊 哇这个米也特别香 这个甲鱼 它这个汁确实非常绵稠啊 是的 焦质很浓的 焦质很浓 必须要是三斤半以上的这个中华鱼 三斤半以上 就是甲鱼越大 它这个焦质越多 焦质越浓 那咱们这边这个甲鱼怎么卖啊 我们是仁金卖的 仁金 一百八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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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银香市 李国武则把小小的酱菜做出大文章 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典范 我上去这里一看啊 我都震惊了 这么长的一个通道啊 放的全是做酱的大缸 是吧 为什么咱们要拿这么一种方式来存放这些酱啊 像我们用这种方式取成酱呢 它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自然化效了 底料 亏料 底味是在这个里面 是是是是 一打开就香了 好香啊 哇 这颜色真漂亮啊 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 哦 可以直接吃啊 吃啊 就可以吃了 哇 它这个是介于俘虏 和这个一些酱之间的那么一种口味啊 是的 但是真够辣的 这一看这种湖南人喜欢吃的酱 一个辣还鲜 李国武告诉记者 在当地幾乎家家户户 都有做酱做俘虏的习惯 酱菜俘虏听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 原料的发酵 香料的配方 以及与各种食材的搭配 都有大学问 李国武从当地聘请经验丰富的村民 来做调酱师 手工生产 包装 销售等工作 共解决了当地450人的就业 年产值达到1.2亿元 我在您厂房这边发现一个特点 有好多这样的 这应该是摄影作品吧 都是笑脸 是的 因为我也喜欢拍照片 这是我非常好的爱好 但是我也在拍照片的过程中感受这个社会 特别是跟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我们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背后的故事 这个呢 这笑得更开心了 这个你也知道 这笑得更开心 其实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残器人 是是是是 也是个贫困户 对对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以后 我们觉得 因为这样上班的也不方便 后来我们就考虑 跟我们悠有的关联 就送了一些这个抹住给他了 就是总居 他家里这个小小产业 养居的小产业 那刚好就我们有保证就收购他这个家的这个 哦 那给这位肯定是增收了不少 他一年的收益一个增加的将近是三万元钱 原来就是个贫困 增收就增收了三万多 是是是 他是很开心的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是李国武的人生追求和行事准则 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 公司与农户互帮互助 不仅分享了快乐 也共同收获了财富 谢谢大家